警方國安署在星期二 搜查郭鳳儀在港家人的單位 分別帶走郭鳳儀的大哥回警署 和會見他的二哥 調查他們是否仍然和郭鳳儀 有任何認識的聯絡或金錢往來 這次已經是國安署第二次 搜查郭鳳儀家人的住所 上一次發生在今個月的8日 國安署搜查郭鳳儀父母的住所 並將他們兩人帶回警署調查 現時身處海外的郭鳳儀 涉嫌勾建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被警方國安署軟控100萬元通緝